所謂的旅館工會的理事長 陳理事長 事實上現在這個旅館 觀光極動之下 到底影響層面有多大 現在可能給大家感受不到 你幫我們講一下好不好 好 我引用一個觀光局的 網站上面的數字 在105年 他的觀光的人數 入境人數是1070萬 那扣除掉其他商務部分 實際觀光人數是人家756萬 那陸客佔了350萬 佔了700多萬的裡面的46% 那這些人跑去哪裡 蔡政府說人很多 可是我們花蓮的住房率中 104年的76% 到105年至少各家飯店 我們平均統計起來 大概掉了五成 到今年第一季 1月到3月目前統計起來 再比去年同期再掉三成左右 所以你說的是政府給你們的數字 這個數字不代表我們真實的感受 當然差很多 我再引用一個數據 來 那個 交通部觀光局 他們說入客其實就掉了兩成 去年賀成部長來花蓮一場 會議的時候 他脫口而出說了一句話 入客其實掉了六成 我不知道是該聽賀成部長的 還是該聽我們觀光局的一個數據 那你知道六成跟兩成差了多少人嗎 三倍嘛 三倍 但是你的感受聽說很多飯店 他真的做不下去了 飯店可能從10億開到2億 還沒人要買 已經砍了將近快3折左右的價格了 還沒人要買嗎 因為沒有客人來嗎 最高紀錄 最高紀錄 目前有22家的飯店在要銷售當中 銷售當中 22家 22家 光花蓮 光花蓮 目前有人出價 但是飯店的業主他自己有想要賣 但是沒有人出價 現在誰願意他進來這個產業裡面 是啊 不過理事長 你自己的飯店是不是很辛苦 真的差很多 那你還有一粒一休 你還有一粒一休 一粒一休其實對我們觀光 也是一個重大的一個打擊 其實我們的售價已經從去年跟前年的 平均2000多塊錢 到現在平均在1500到1800左右 所以砍價了還是沒有人來 我們的售價已經利潤已經下降了 我們的成本已經平均 光是一粒一休平均墊高兩成左右 是 所以真的感到很辛苦 事實上呢 這個所謂的難做生意還不只飯店 我們還有一個更具體的是 來到花蓮這邊 是不是都要去搭一個賞金船到七星壇去呢 我們就要問一下我們的這個總經理了 董哥 聽說你賞金船一條都幾千萬的 對不對 但是現在還沒有 我們說到這裡 人家說話到這裡 馬賽就不會買你 怎麼說 我們這個賞金業 在我們政府的福島 好不容易辛辛苦苦 這幾十年 把桑金等於是我們花蓮觀光的代名詞 你知道三四年前 對 要來坐是一票難求 對 我自己坐就對了 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說實在 我每天我的海豚都叫他上班 最近在一隻人家 比我的海豚比較少 你說這樣是怎麼生我 人家比海豚比較少 以前不是大家都搶著看海豚 海上那邊飄 海豚夠少 現在就海豚比人家比較少 海豚比人家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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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客就小貓兩三隻 但政府告訴你 我們現在有日韓客 有東南亞客 全台灣說東南亞客不是都翻倍 我們如果說到這裡 我有時候我在聽不懂 政府跟我們說 我們很快就要破千萬 每天就破千萬 破千萬 我們華蓮都不會旺 是對我們華蓮人比較壞的 不然我們華蓮是怎麼走路都不會旺 他的千萬的所需不是從哪裡來 我也搞不清楚 我們就都沒有人 那些都不會豪小 我們這個政府 只能說像最近我每天看的報紙 什麼有八千 八百億 我們要去清潔 我們要去清潔問這是你華蓮 我們華蓮也是去分到什麼 你報紙都看不到 全省四處都有清潔 我們華蓮只能去分到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怎麼來去歐過 你不要衝動 我們就不會生活 你說我們不來過過 沒有 聽說你的船 你的船好像也 官邸幾個十條 尾到村沒幾條 我們那個船長很可能 要養不養小孩 養不養小孩 他們現在沒有人家好債 有的跟我跑去逃海 逃海 我回去抓魚 他的專長不是開送金船 在人家跟你說跑去逃海 就賺毛利 賺毛錢 沒有人來坐 你剛才說的重點 海豚比人比較多 對 真的假的 那不會喉嚨 你不是你不太知道 我都會帶你來 你來玩我海豚幾隻 看我的人家幾個 看你這樣有錢嗎